典长60年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馆在光复乡马泰安部落争取合作下筹备两年多的新系工作展 在9月3号盛大开幕了 展出40多件的正常作品 其中以马泰安末代领袖的大礼贯盘帽最具有代表性 地方各界都欢喜迎接60年历史文物板箱展出 争取筹备两年的时间 光复乡马泰安部落顺利的把60年前典长在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馆内的文物板箱展出 期间辛酸血泪与冲突现在都化为部落传承维护部落文化的养分 这个过程当中一路陪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全体人员 大家一直不断的来部落配合部落 然后我们来共同一起相互学习 也由于中研院民族所团队强烈感受部落族人新系法贷案的历史文化发展的企图心 也因此全力配合协助 不仅历届文物最多展期最长的工作展 开幕典礼上中研院研究团队更是全员出席力挺支持 那我们是期待呢部落里的文物文化可以在下一代青年人的身上呢 还可以看到所以未来我们期待这个任务是一代传一代可以下去 并除早期皆由工部门主导办展的模式 中研院民族所近十年来也陆续与原民团体或部落合作共展 为第四场的马泰安部落两年来包括了大马泰安协会 萨巴兰奥文化协会马泰安青年团以及地方各界几乎是整个种动员 部落也不管是只有我们部落也希望别的部落 尤其是我们马泰安系的部落凤林开始到瑞税 在我们马泰安系的这些族群都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文物 如果我们把答案办得好其他部落不管是达巴兰哪里都可以办得很好 因为已经有经验了所以古物回乡就是流魂回乡了 从讲述部落马泰安名称起源故事 与自然共生智慧的渔猎工具部落生活器皿 到取得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专用权的巴拉告 云南族片流苏群等珍贵文物 展现了马泰安不同面向的历史与文化流变 那这一次又在文物回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 那我们部落真的非常多的族人都非常的期盼 那我们就会来秉持着这个感动的心 把这份热忱我们一直卷动下去 让我们马泰安部落能够越来越好 那我们自己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大 堪称新系法案工作展主要灵魂人物之一的先议员蔡一静 进一步表示开幕只是个开始 长达半年之久的展期间 也将开办包括文物导览 结束培训文物保存技术研习 策展等相关研习课程 正式启动部落族人新系法案文化调查研究 与保存传承的责任 记者是一遇蓝光复采访报道